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彩銀 今天請到人員投顧楊天迪 楊老師 老師好 彩銀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中美貿易戰 美國確定要磕中國的水了對嗎 對 沒有錯 可是 黑淺的指數我們看到的其實沒有很大的高點 沒有造成恐慌 那是不是雅谷最近的反应有点过度了呢 对 大家的反应过度是对于黑天鹅指数反应过度 为什么我们去看这个东西 就是等于说什么叫黑天鹅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就是它很少发生 对我们叫做黑天鹅 一发生就动大 但是不可预知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可是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就会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之为黑天鹅 那至于说什么叫黑天鹅指数呢 它指的是美国的一个投资人买进那个卖权 下一个对买进卖权 所以买进卖权的情况之下 它发现美国投资人买进卖权的人并不多 所以并没有出现恐慌的现象 所以变成黑天鹅指数没有出现恐慌现象 那是什么 那是你美国本来影响性就没那么大 我待会跟你谈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很多人去用 大家会用黑天鹅指数来去判断 那么到底有没有出现恐慌的现象 美国没恐慌不代表亚洲不恐慌 所以这个地方 对基本上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就我的一个想法来看 那川普要去磕这个25%的关税 它到底是一个未知事件还是已知事件 它是一个已知事件啊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他要跟中国去打贸易战 就是有跟没有吗 对 大概都有 对他就是要去打贸易战 所以他不是不可预期 我们都已经知道他去打贸易战 所以他是已知事件 那已知事件就不是黑天鹅啦 对 那你去看黑天鹅指数有什么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打着贸易战 对 那个上个礼拜天不是在推特上面就讲了吗 就已经放话了 对就已经要针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 要磕版这25%的关税 那叫已知的事件 只是这个事件的发展后面如何 到底磕不磕 当时是不知道而已 但是这个事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他不是黑天鹅 他叫做已知的肥额 是 已知的肥额 对我来讲我觉得他叫做已知的肥额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 你说黑天鹅指数 为什么在美国的那一部分 他不会恐慌 因为你们是主要的市场 对 美国是市场 没有他不是他主要是 美国的市场是进口给他 对进口给他 所以他是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 嗯 他主要接收别人去进口给他 比如说台湾我们出口给谁 我们出口给中国大陆 我们也出口给美国 对 那为什么要出口给中国大陆 要出给美国呢 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所以你不出给他 难道出给东南亚吗 对 东南亚都在跟你竞争 这个很多人说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难道我们的出口要给泰国吗 我们什么东西要卖给泰国 水果吗 对不起 泰国的水果才是水果王国 是啊 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个概念 你必须要了解这些观念的问题 我们的科技产品主要是卖给什么 卖给美国 美国主要在美国 所以基本上美国的一个部分 他当然不会受影响 只是你要不要进来而已 但是对于出口导向的国家 我受害的程度就很大了 对不对 因为台湾是出口导向 对 所以当美中的贸易战一打下来的时候 那不止中国受害好吗 台湾也会受害啊 东南亚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全部受害 南韩也是啊 难怪南韩最近狂比 对 你以为说美国股市没有大跌 为什么亚洲股市会大跌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我们大多数是出口给美国 是 好 那我想这是一个关键 那第三个 经历 不过你也不要太恐慌好不好 对 瞌睡瞌瞌了啦 真的 不然怎么办 然后就安心的睡觉 那但是呢 我们有时间我们来做个情境分析 第一件事情 美国已经全面瞌关税了 而大家已经知道就是2000亿美元的商品要磕了25%的关税 那这个事件已经是最坏事件 那我们已经反映过 台股 雅股的部分 这一个礼拜都在反映这个磕税的事件 所以到了礼拜一 礼拜六晚上 到底还有3250亿美元的部分 到底要不要磕25%的关税 我们不知道 我们希望不要 那这个事件大概就占高一段落 所以即使全面磕税 就是你包括3250亿美元的部分也开始磕税 那我们是先跌会后涨 对 对 因为我们已经反映过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如果情境二 情境二 情境二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就是你可能就是2000亿美元的关税 这个产品磕关税 3250亿美元的部分不磕关税 OK 那就先谈再说 下礼拜先谈再说 那第三种状况 那譬如说 可能就是我全面延后 虽然我磕了你2000亿美元的一个 这个产品的关税 但是我把时间一点再往后延 如果是这样 那就大涨 全球就大涨 所以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其实我认为这个跌势已经经过了 那当然最重要关键点还是要回到 就是市场面来看 所以今年跟去年会不一样 为什么 去年颗关税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库存很高 比如说去年MLCC是一颗南球 那很多的下游厂商开什么 overbooking 就是重复下单 所以去年的第一次打关税战 那后面要什么 后面会余累累 股价余累累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它要消化库存 但是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经过三个季度的消化 我们已经消化了三个季度 所以今年再打这次关税战 那就变成心理压力比较大 那也就是我们库存调整 已经慢慢进入到健康的一个水位 所以管理关税战会不会打 重要关键点 是我库存已经调整到到位 需求会递延或会缩小 但它不会不见 换句话说 库存调整到位之后 关税战打下去 可能影响性就没那么大了 感谢杨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悬谷策略 以及盘中最新消息 一定要赶快加入杨老师的Light 也持续收看财经纪念事 下次见 拜拜